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前例三连任 执政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每况愈下 让外界讽刺根本是越勤正越亡国 并拿习近平与明朝末年的崇祯帝相比 当局对于相关言论也相当敏感 曾经有讨论崇祯帝的专书遭到封禁 拿崇祯来消遣习近平的言论一度消停 近来传出有体制内人士在演讲时 拿各国历史不同时期来对比现在的中国 其中便出现了崇祯时期引发外界热议 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26日发文指出 8月25日 一张办下投资创始人李贝 在北大经院校友内部论坛上的图片 在网上流传 图片中 在李贝背后的简报档上 将现在的中国在历史上的可比阶段 分别对应苏联 委内瑞拉 三反五反 崇祯等时期引发网民热议 对此 8月26日 李贝在朋友圈回应称 自己当时是在对现在社会上传播了一些 比较做了批评 认为都是不恰当的 并认为中国其实比大家想象的乐观的多 还可能实现国际博弈上大国地位的上台阶 以至于现场的曲权传部副部长兼网信办主任 甚至问他 你真的有这么乐观吗 并表示 现场的很多校友 也在听了发言之后 也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信心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贴文 同时附上了两张图片 分别为对比历史时期的简报图片 以及李贝在朋友圈发出的说明文 公开资料显示 上海办下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成立于2015年8月 并在2017年11月 在基金业协会登记成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人 而公司的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李贝 据公司官网介绍 李贝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原培学院 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拥有10年基金管理行业工作经验 曾于焦银士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专户投资经理 上海鸿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投资总监及基金经理 2017年12月 办下投资发行并 备案首批宏观对冲策略的私募基金产品 2022年年中 管理规模一举突破百亿人民币大关 李贝也成为业界首家百亿私募女掌门 李贝最为人所熟知的事迹 莫过于2023年的第四季度 她买入10%地产股和建财股 并认为中国政府一系列措施将遏制房市危机 但房地产政策 无论是实际执行力度还是速度 都明显低于预期 根据彭博报道 中国宏观避险基金 办下投资管理中心表示 由于中国股市跌势加剧 1月中旬大砍中国股票部位已降低损失 坦承其误判中国经济会快速复苏 根据办下1月致投资人的信函 该公司在1月中旬大砍其股票资产已降低损失 仅保留对护身300指数中较安全的高股息股票和较大公司的投资 办下创办人李贝在2月4日致投资人的信函中又说 公司在今年刚过二周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了解到必须断臂求生 这使得公司幸运地避开了最近一周更剧烈的下跌 信函说 虽然李贝在看到政策转变后 从去年第三季开始变得乐观 但过去一个月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摇摆 支持房地产市场的措施落实情况明显低于预期 李贝坦言自己犯了速胜论的错误 不够耐心谨慎在中短期政策是否能推动民意增长 含价格因素上升这一问题上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他表示只怪自己之前的认知还不够 不打算抱怨国家责怪政府也不会因此怀疑国运 李贝表示依然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表现 依然相信20年一遇的牛市仍会到来 并不会太远 但之前可能需要多等待若干个月或几个季度的底部震荡分化 中国股市2月2日跌至5年最低 促使监管机构收紧国内机构投资人和一些离岸机构的交易限制 以进一步遏制股市长期的下跌 而在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央汇金投资公司表示 将持续增持ETF基金以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后 2月6日中国股市反弹大涨 半夏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但其资产从2023年年中最高峰时减少25% 这是李贝职业生涯中最惨的一次 并在1月遭投资人公开指责压错投资方向 半夏宏观基金届2023年下跌14.7% 今年1月再跌7.8% 至于李贝提到的崇祯帝 则是外界常常拿来与习近平执政相比的历史实力 甚至有书籍因此遭到全面封杀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由已故中共历史学家臣梧桐撰写 文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著作 崇祯 秦政的王国军出版不到两个月便遭下架 网民认为 书中所讲明末崇祯皇帝的性格特质 跟习近平十分相似 目前各大网购网站均无法搜索到此书 图书分享平台豆瓣也查无此书 根据网传的通知显示 该书由文会出版社出版 因印刷问题而停售 已通知各大网站 新华书店和经销商下架并安排退货 崇祯 秦政的王国军 讲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王国之路 其中最广受争议的是封面的简介 昏招连连步步错 越是秦政越王国 北京图书城的书本内容简介补充说 从财政 党征 军事 用人等角度 带领读者 看懂崇祯皇帝如何昏招迭出 走上王国之路 对此 中国网民不断有人在网上讨论这本书 有网民说 有些人害怕 心虚越说越想 被举报了 该书作者陈无彤 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戏系主任 2023年5月31日 在北京因病过世 享受88岁 据报道 他的另外一本著作 河南文艺出版社 今年8月出版的《崇祯传》 也受到牵连 被迫下架 至少从2015年开始 就有评论文章指毛似红武 息如崇祯 并有网友总结 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模式是崇祯模式 据悉 近年来已有多篇谈论崇祯的文章 遭到审查删除 进入404档案馆 德国之声专栏作家常平指出 另一位文人郭沫若 对崇祯皇帝的看法 也与陈无彤先生大体一致 虽然他勤于正事 力行反腐 但是独断专横 治国无能 昏招频出 最终葬送了大明江山 砍杀多名家人之后 自意于皇宫后面的眉山 而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则写道 习近平上任后 首先大搞反腐 然后重手整顿经济体制 打击民营企业 对外又到处树敌 新政与新法层出不穷 事事由习近平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最后弄之现在经济崩溃 财政枯竭 国际上备受孤立 被大部分人形容一事无成 也因此常与崇祯帝做联想 常平认为 梧桐的书是为大众所写的学术著作 既没有做国师的投机之心 也没有政治觐见 或者意以讥讽之意 但是 他笔下的崇祯皇帝 怀抱忠心之梦 却无所作为 打压党争 却按下葫芦起了瓢 喜欢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却又能力不足 无论如何 很容易让人产生现实的联想 现实联想者 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更看重歪薄数上吊的结局 带有愤怒的诅咒性质 同样的情绪 还鉴于宿女愿一声吃素 而其翠等网络迷音 另一类则着重于历史境界 期望当权者吸取血的教训 不要重蹈覆辙 常平特别提到 习近平似乎颇有一些 亡党亡国的忧虑 据称他很看重 所谓苏联解体的教训 曾在内部演讲中说 为时魔我们要毫不动摇地 坚持党队军队的领导 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 还痛心疾首地说 最后戈巴契夫轻轻一句话 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 偌大一个党就没了 最后 竟无一人是男儿 没时魔人出来抗争 另一篇文章 在上报发表的题为 《欲捕王国一夜书令习近平如芒在背》中 作者竹然则认为 拿习近平和崇祯做比较 对后者也未必公平 严格上来说 崇祯并不是最糟糕的王国之君 他的继位处于偶然 自是并未被当皇储培养 18岁登基之后 拿下大太监魏忠贤 且有心历经图治 只可惜他志大才输 而且运气实在太坏了 崇祯不懂军事 却偏偏喜欢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这给了床匪做大的机会 一发不可收拾 论起志大才输和刚愎自用 崇祯只想中兴大明 而习近平却想领导世界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 作者说 崇祯的很多缺点 习近平都有 但他的优点 习近平却一个都没有 崇祯自奉简朴 也有纳建的雅亮 六次下诏最继 而习近平掌权11年 大搞面子工程 弄得一地鸡毛 败光了江湖两朝积攒的家底 却死不认错路走到黑 当中东战云密布时 他选择站在文明的对立面 揪了一伙邪恶轴心 大肆吹嘘 一带一路海市渗漏 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以及北京方面对商业的管控 愈发严格 包括黑石 KKR和凯雷在内的大多数 全球最大私募股权公司 今年都暂停了在中国的交易 法广引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 顶级私募股权公司 对中国交易踩下刹车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中国的交易活动 已明显放缓 今年全球十大收购公司 仅有五项新投资 且大多规模较小 这些数据凸显出 近年来海外投资者 对曾经炙手可热的 中国市场的热情 消退得有多快 这十家公司 最近在2021年 共在该国进行了30笔投资 前几年也有类似的投资 但此后每年都在下降 Theologic的数据显示 今年这十家公司中 有七家根本没有 进行任何新投资 另外投资管理协会亚太区 联席主管李可胜表示 对投资者来说 中国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存在地缘政治紧张 监管不可预测 和经济逆风等因素 他说 虽然中国的快速发展 在过去曾引发过淘金热 但如今 这更像是用放大镜和镊子淘金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各家公司纷纷争相进入 这个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市场 购买可能随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股份 并为其投资者带来巨额收益 但自2021年打车应用滴滴出行 在纽约首次公开募股IPO陷入困境以来 北京方面对海外上市进行了严厉打击 投资者的套现方式越来越少 该报道称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令投资者望而却步 美国也计划限制私募股权 对部分中国科技领域的投资 咨询公司亚洲集团中国区总监韩林表示 尽管中国拥有众多机遇 但境外投资规则等地缘政治限制 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投资市场 显得愈发危险 这些数据涵盖了 Pretion列出的过去十年私募股权 募资额最大的十家收购集团 数据不包括在中国没有进行过任何交易的集团 以及在中国只进行过一笔交易的Vist Equity Partners 数据包括房地产交易 Dealogic还统计了一些 后来被私募股权集团收购的公司达成的交易 私募股权公司并不总是披露其交易 任何未披露的投资都可能被遗漏在数据中 华平投资集团 曾是中国最活跃的美国私募股权公司之一 曾入股蚂蚁集团和分类广告网站58同城 但今年该公司尚未在中国达成任何交易 前两年每年仅达成两笔交易 低于2017年的18笔和2018年的15笔 Dealogic的数据显示 除了今年拟益的一笔小额交易 已增持其在仓库投资组合中的股份外 黑石集团自2021年以来 就没有在中国进行过任何私募股权交易 黑石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施瓦茨曼 是中国最知名的外国交易员之一 由于利率上升导致该行业债务驱动模式的成本上升 全球私募股权交易放缓 但近年来 这十家公司在中国的交易数量下降幅度大于全球 数据显示 除了黑石的仓库交易外 Advent和贝恩是这十家公司中 今年唯一在该国达成交易的公司 Advent投资了位于上海的会议和展览集团 VNU Exhibitions Asia以及中国宠物食品制造商 Seat Pet Food 贝恩持有其股份的包装产品集团 Fedrigoni完成了今年无比交易中的剩余两笔 分别是收购曲州造纸厂所有者 Arge Eganes和社评识别 RFID公司Booink Tech的股份 EQT亚洲业务主席Jean Slott 今年6月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在中国投资的门槛很高 自滴滴首次公开募股后 受到调查以及内地出台新的上市规则以来 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步伐已经放缓 对此 李可胜认为 IPO市场的严重冻结 让中国许多基金经理陷入困境 当你的公司无法上市时 你就会寻找其他退出途径 而这些途径往往利润较低 也许交易出售或合并会受到追捧 但缺乏强劲的IPO市场可能会削弱回报 金融时报称 去年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命令 限制美国对中国量子计算 先进芯片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 以切断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流向中国军方 此举打击了投资者的兴趣 中国国安部发布微电影《步步惊心》 讲述M国间谍基于中国芯片研发成果 策返中国科研人员 罪于被以往成勤的故事 主角潘某从事芯片科研 曾在M国留学 因为欠下赌债而被收买 最后遭感情要好的姐姐大意灭亲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步步惊心 声称以真实事件为蓝本 全长16分钟 24日在中国国安部微信公众号发布 帖文称 某国间谍情报机关人员潘某 以学者身份为掩护潜入中国 四季窃取情报 但他莫料到的是 国家安全机关早已掌握了相关情况 在关键时刻 潘某的姐姐及时发现异常 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 举报受理电话 视频在社交媒体 引起颇大回响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X账号的相关帖文下 有大量留言 质疑中国有肾膜技术会遭人觊规 把别人家晶片商标字样 用细砂纸模去 然后刻上汉芯字样的技术 也有网民也语 我得访马斯克投我钱 2003年 上海交通大学 获下的汉芯科技公司 宣布成功研发汉芯一号 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 0.18微米DSP芯片 2006年 汉芯被揭发造假 汉芯一号 其实是美国Motorola的56800芯片 把芯片上的原厂商标 用砂纸模去 再印上汉芯和焦大的标志 事件牵涉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等多间院校的院士和专家 以及数以亿员的研发开支 最后 上海交通大学撤销芯片项目负责人 陈进的院长职务 但没有任何人受到法律上的追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